一口气看完中苏边境战争、珍宝岛之战 此战是继古巴导弹危机后 最接近世界核大战的一次地缘冲突 当时的苏联战败后 在边境陈兵百万 甚至威胁要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并制定了核打击的详细计划 从鸦片战争开始 清政府不断签订不平等条约 苏俄政府趁火打劫 侵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中苏边境战争由此爆发 1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我国成立的国家 并向我国提供了各领域的专家 包括国民经济建设和安全领域建设 以及原子弹设计和制造的一系列图纸等技术上的援助 此时的中苏关系密切 边界问题也被搁置 1953年 赫鲁晓夫登上了苏联政治舞台 苏联开始趋向西方国家 到1959年 苏联在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上 偏袒印度 并突然撤回了所有专家 终止了一切援助 中苏边境问题也逐渐显现 从1960年开始 苏联开始在中苏边境 频频挑起军事冲突 1963年 苏联和蒙古签署签署了加强蒙古南部边界防务协定的条约 苏联军队进入蒙古 并且在中蒙边界开始布置军力 1964年 中苏开始边界谈判 但在某些地区的归属权争议不下 谈判无果而终 在1964年之后的五年间 苏联一共挑起了4000多起的边境事件 1967年的11月到1968年的1月间 边防战事前后有100多人被苏军打伤 1968年1月5日 中国边民再次遭到骚扰 苏联装甲车横冲直撞 造成了国防五人死亡 此次恶劣事件 中央决定不再忍让 中央军委以电报指示沈阳军区 北京军区等单位 要求加强中苏边界东段的边防警戒 并做好军事上配合外交斗争的必要准备 中国陆陆续续在边界斗争集中的地方 增援精锐部队 1969年1月25日 黑龙江军区提出了珍宝岛反干涉计划 准备打击珍宝岛上的苏军并获得了批准 此时边防部队只有步兵巡逻队和一些炮兵工兵 没有任何机械化装备 更没有空中支援的可能 然而苏军已经全面机械化 不仅在火炮方面有优势 还装备有坦克装甲车等大型作战机械 并有直升机轰炸机等空中支援 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 苏联都占有绝对优势 1969年3月1日下午 中方参加珍宝岛反干涉斗争的人员开始集结 严格控制了去前沿的车辆 所有进入饶河的军车 实行避登行驶 采用有限电联络 实行无限电竞模 当时正值中国东北寒冷的月份 零下30度的气温 200多名侦察兵战士潜伏在冰天雪地之中 3月2日苏联派遣了70多个人阻止我国部队登岛 并直接开枪打死了6名战士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 自此开始 当天 一名叫于庆阳的战士 趁敌方更换弹夹的时候 跃出土堆 击毙5名苏军 被榴弹击中头部的他 猛然站立起来 端起冲锋枪 向入侵吃敌冲击 最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战斗之后 中国边防部队终于将苏联军队 全部驱赶出了珍宝岛 此战中 边防部队伤亡21人 避伤苏军60余人 击毁装甲车 指挥车 捧卡车各一辆 击伤装甲车一辆 苏联高层收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立即向珍宝岛方向集中兵力 派出了坦克70多辆 装甲车100多辆 一半多人的部队 吉连登陆我方珍宝岛 3月15日 苏联边防军 向首位珍宝岛的中国边防分队 发起猛烈进攻 并用多种火炮 轰击中国境内纵深地区 此战中 冷棚飞营长部署作战方案 对200米内的苏联步兵 进行枪弹压制 使其不能与装甲车 进行退合作战 然后他带领着一个火线同组 轰击装甲车 苏军两辆装甲车被炸毁 苏军见状开始逃跑 第一次进攻被我军打退 但没过多久 苏军便开始了第二次进攻 苏军使用大口径的火炮 对我方一侧的江面进行轰炸 阻止我国部队上岛支援 然后派出了多辆坦克上岛 袭击我国岛上的巡逻部队 当时苏联使用的是T-62坦克 这是当时最先进的一种坦克 被称为陆战之王 火箭筒对它根本造成不了伤害 此次作战 苏军误入我方埋土的反坦克地雷带 第一辆坦克触发了地雷 直接被炸毁 后面跟随的几辆坦克 看到前方状况 开始撤退 我军对撤退的苏联坦克 进行了炮火轰击 但我军发射的穿甲弹 没能够击毁掉一辆T-62坦克 无奈只能让他们逃脱 岛上存留的苏联军队 也被我军的炮火赶出了珍宝岛 而被炸毁的T-62坦克 则留在了珍宝岛 T-62坦克是苏联最新研制的二代坦克 其性能极其优越 1000米内可以直接将 450毫米的装甲击穿 最高速度可达每小时50公里 被称为防弹性能最好的现代坦克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 下达命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把被击毁的T-62坦克拖回来 此坦克不仅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还是苏联侵略我国领土最好的证据 3月16日 苏联的国防部长下达死命令 这辆坦克不能落入中国之手 即使坦克拿不回来 也要不惜一切代价将它击毁 坦克争夺战由此爆发 3月17日凌晨 苏联部队再次发起了入侵 此次 苏军动用火箭布雷车 向珍宝岛上发射了大量的火箭布雷弹 来布置地雷 并且使用火炮 向珍宝岛纵身范围进行猛烈攻击 中国边防部队进行火炮还击 对他们进行火炮压制 苏军很快就迫于炮火压力撤了回去 为了尽快将坦克拖走 火方派出了专业的排雷部队 对岛上进行排雷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排出了1700多颗地雷 苏联方面紧急派出一支小分队 打算将坦克的内部炸毁 3月21日 苏军小分队携带着100多公斤炸药 趁夜色将炸药塞入了坦克之内 并设置岛线准备引爆 但恰巧我军岛上的一个士兵冲冬枪走火 突然的枪声让苏联小分队以为被发现了 没来得及引燃炸药 就匆忙逃跑了 炸毁坦克的计划也随之失败 此后的时间里 苏联每天都集中多门大口径的火炮 对坦克进行轰击 但由于坦克的装甲太过厚重 一直没有被成功摧毁 坦克周围的兵面反被炸开 这辆T-62坦克也随之沉入了疆底 等到夏天兵面解冻之后 中国军队潜水人员和当地居民配合 将坦克打捞了出来 随后这辆坦克被送入了北京军事博物馆展出 成为了苏联入侵我国领土最佳的铁证 此次战争 我国伤亡71人 苏方被歼灭100余人 受伤50多人 以我国胜利而结束 此战后 苏联国防部部长格列奇科声称 要根除中国的威胁 就必须用几百万吨当量的核武器 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一劳永逸的打击 只有通过这样的外科手术 才能摘取亚洲的毒瘤 格列奇科成功说服苏联国家领导人 伯列日涅夫 准备动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 对中国的军事 政治 经济等重要目标 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而此时的中国 却对此毫不知情 8月20日 苏联驻美大使多伯雷宁 在华盛顿 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 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基辛格 告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 并让美国至少保持中立 此时美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 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 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如果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 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 到那时 核污染将直接威胁 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 因此 美国决定将该消息泄露出去 1969年8月28日 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篇 苏联与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消息 消息一出 整个世界为之恐慌 苏联人暴跳如雷 大骂美国人的出卖和愚弄 消息传到中国后 毛主席立即进行了部署 宣布全国进入临战态势 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 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攻势 全国军队也都在调动 不久后 美国总统签署了一份 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和报复的命令 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 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将开始 苏联和打击最终没有实施 在后来的谈判中 中国收回了珍宝岛等其他地区的领土 中苏冲突也逐渐结束